小宝 寶寶 你在這裡面幹嘛 寶寶 你在搗蛋喔 小寶 小寶 好乖呀 hello大家好 我是梁 看肉肉了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多肉植物 就是这一盆 你们还认得出 这一盆是什么吗 这一盆就是我养肚下硕果仅存的 可爱玫瑰 你看 它现在已经都变形了 我不知道应该称呼它为什么 本来我有三盆 两个大盆的 一个小盆的 但肚下顺利 可是却逃不过秋老虎 结果那两盆金杆都黑斧挂掉了 就剩下这一盆了 那有粉是说你看我的叶片都炸开了 一定是水浇太多 但我觉得不是 我发觉可爱玫瑰它有基因上的 不同 这一种 像这一种 这样子半盛开这种 它就永远都长这样 那这一种呢 它就永远都长这样 盛开就永远都是盛开的 那这有可能就是说 它在改造的基因过程 有一些是算是品质比较不好 属于不太像的 就是那种 盛开型的 可爱玫瑰 那种形态就比较不好的 它也是照样这样卖 那我们不懂就会以为都一样 事实上它们都是可爱玫瑰 还是有基因上的差别 看看你喜欢哪一种呢 我是觉得说那种半开 就是含苞带放的可爱玫瑰 比较漂亮 而这一种盛开型的呢 就比较没有那么可爱啦 你看像这朵 我觉得它都已经走中了 根本就是不像了 我今天想把它们重新翻盆 因为已经种了一年多了 再来看看 我的可爱玫瑰小小苗 本来是两大盘 结果现在只剩这样 你看它一个叶片 敷出两颗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你看它从小就长这样 同样一批你看 它就是有个这样 有的就是小小的 要是不活了 有的 有的却又长得你看像这一颗 就长得超级大 旁边这一颗也是 那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晓得 它有的就看可能根系长得好 它就长得非常大 根系不好它就是这样小小的 两盆到最后只剩下这几盆 大概还有24盆的可爱玫瑰 也还不错啦 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啦 至少还有繁殖出来这一些 但是这些小小可爱玫瑰 真的很难照顾 把这个可爱玫瑰都拿出来 我还是跟它全用一样的盆 只是把它的戒指都换掉 根系的话 好奇怪 既然长得不好就全部给它露掉 反正就是全部从 这个根系长得还行 但是好像都不太好 这个有长新的根出来了 这里有小白根 这一朵好像有点要出镜的感觉 你看它分析长得并不太好 我先放下 根系都长不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为这个可爱玫瑰这个杆子蛮长的 所以种在这里会倒 我想说干脆把它种在这种 它可以这边可以靠 靠在旁边 所以就全部把它塞在这个 可爱的花粉里面 哎呦喂啊 这个超难种的 哇 都掉出来了 很不好做 因为它一直掉出来 好 终于好了 那因为这些小小盆你看 土本来是很多 然后经过了将近一年 你看就变成这样 那像这些呢 我就把它挖起来 然后 你看就放着 然后把配置好的土 再给它补回去 所以在成长过程中 你浇水它的土都会流失 那流失等于说它就没有养分了 所以才会长得不好 那这样又再给它放回去 然后土 再给它补满 这样子应该会长得比较好 这颗也一样 你再把土补上去 最后一样的 说了 算了 就是 不错 这样就好了 好了 这样我这个大盆的可爱玫瑰就整理好了 就期待它长得更漂亮吧 你看 这小小粉我这样处理 看之后多久它会再长大一点 曾经有粉丝问我说 它的杆子这样一直长长 一直下叶片一直长长 该怎么办 会不会变得很长很长 我本来以为它不会 然后我也觉得变很长之后 顶多砍头而已 后来我在网络上有看到 可爱玫瑰是可以这样砍头 没错 可是养成小老妆 或者是悬崖妆 其实也蛮特别蛮美的 但是要养到那么漂亮 可能时间要花很长 可能时间要花很长 我就来试试看吧 不要把它砍头 就用叶敷就好 看到最后我的可爱玫瑰会有多少盆 目前小小盆 目前小小盆 我就先都照这个样子 帮它填土加土 然后就让它慢慢成长吧 羊可爱玫瑰 其实是蛮好玩的 它很容易度下 但秋老虎你就要注意 不要让它淋雨 又马上晒太阳 但是平常养护 像这个冬天 这种柔柔的阳光 你要让它晒越多越好 它如果阳光晒得不够的话 就会有点 没有精神奄奄一息的感觉 所以可爱玫瑰是非常种太阳的哦 好了 今天这个可爱玫瑰 重新翻盆 种在这个漂亮的盆里面 这样 就分享到这里咯 欢迎评论 点赞 还有别忘了订阅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前妇 尝尝尭 在φ